据悉,艾德与其特有的沙哑嗓音并不是天生的嗓音 艾德作为嘉宾出演了这个节目K2 其中讲述了与其声音的秘密成为的话题 在谈话中,MC的曹维娟对之前备受瞩目的与其的饶舌表示 在mybag中,中低音的饶舌成为话题 对此,与其用不向女性发出的声音的超低嗓音回答了yes 令成员们引发爆笑,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与那种稚气未脱的面孔相反 曹维娟接着说,但其中低音原本就是一种自卑情节 虽然现在是艾德音乐不可或缺的魅力 与其的声音,但是本人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声音 与其承认了这一点,并透露了令人震惊的理由 与其幽默地说,请播放一下悲伤的BJ 原来那个沙哑的声音是在发烧的状态下 发出过多的声音,嗓子也受到了伤害 虽然与其表示,如果现在接受手术,可以恢复原来的声音 但是节目主持人,祖拿粉汤拿和成员们对她的声音赞不绝口 说太帅了,很有魅力 对此,与其说,我也是这么想的 生活下去,对于积极接受自己的自卑感 将其变成魅力的与其,赞不绝口 爱都含舍 没人结束最新韩语,欢迎你赞和订阅哦